第二波的勞工紓困贷款最高可贷10万元 在15号开办 但短短几天申请数量爆量超过了110万人 是超过元季的50万个名额 随即暂缓收件 再加上这次新增的条件 要证明108年综合所得在50万元以下 但最需要紓困的底层劳工 有些年收入是不到20.8万免报税 反而是看得到吃不到 另外就开了机者会来替劳工发声 希望劳动部等部会能够放宽条件 限期一周内要给出回应 民众急报银行柜台 申请劳工纾困贷款10万元 没想到15日才上路 短短4天申贷人数爆量达110万人 远超过原定50万名额 劳动部先喊咖 今年疫情如此严重的情况底下 我们不争反减还附带条件 美已经大打折扣了 这种纾困让人家感觉到不够有诚意 不只如此 今年新增条件 108年所得总额50万元以下才能申贷 反而让符合条件的无保劳工被排除在外 因为根据所得税法规定 所得如不超过当年免税额 可免办结算申报 以2020年为例 年收入低于20.8万的底层劳工 却没有资料可以证明 民进党立委之一贷款条件有漏洞也太严格 线上召开主管单位 限期一周改善 索困贷款出发点判解劳工燃眉之急 别让有需要的人看得到却吃不到 谢谢政权的委呈 推广到